大家好 歡迎收看理財最前線 為你站在第一線 我是分析師祥偉 今天有為各位分享我對盤氏的看法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國際重點大事 那近期這個FED 是有公佈他們的一個賀皮書 那從這份報告來看 基本上他們對於這個通膨 並沒有感到太多的一個擔憂 但是他們對於這個經濟前景的評估 對於這個評估是從前次的輕微 成長下修到幾乎沒有變化 顯示說這份報告裡面 對於這個經濟前景 可能還是比較偏中向 到這個保守來做個看待 那另外一個比較值得注意到的一個重點 這份賀皮書也有顯示說 2024年就是今年11月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不確定性來源 這個總統大選是有影響到 包括消費的一個動能 另外企業的投資跟招聘院 其實多少也有受到一些影響 那另外口頭補充一下 其實IF近期也有公布 他們最新對於明年經濟前景的 一個預測報告 那IF這邊是有下修 明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到3.2% 那主要還是要注意到 這個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個不確定性 武裝衝突的發生 另外還有這個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抬頭 是讓這個關稅戰相關的疑慮是有提升 那我想這個對於中長線來說 都是值得需要注意到的一個變數 那另外這邊我們來講一下 近期其實蠻多的美國重量級的公司 是有釋出他們的一個財報 那其中呢重點注意的就是這個德州儀器的部分 因為德州儀器的晶片他們應用是非常的廣泛 所以可以視為一個 全球這個各個領域需求的一個風向球 那就這個他們的一個財報來看 在這個今年2024年第三季的一個營收 是41.5億元 那調整後EPA則是1.47塊錢 從這個第三季的表現看 大致上是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他們對於這個第四季的一個展望 這個range來說營收的一個區間 他們是認為說應該會落在這個37到40億美元 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對於這個EPS的部分 預期則是會落在1.07塊 到這個1.29塊錢美元這樣的一個區間 那最後這個第四季來說 表現他們視處的一個前景 是低於市場的預期 那就是財報細節來看比較需要注意到 是他們對於這個各領域的一個復甦進程 其實是存在一個落差 那比較需要注意到的是 這個車用這一塊 雖然是有中國市場做一個支撐 但是其他蠻多地方 其實這個前景 虛擬前景還是呈現比較低迷的態勢 那另外工業這塊也是比較保守的 是呈現連續8個技術來做一個萎縮 所以這兩塊可能是比較需要注意到 這個復甦的一個動能 是比較趨緩一些的 那另外後續其實還是有蠻多 美國重量級的科技股 即將釋出他們的一個財報 那就這個最近一次來看 這個Google部分 即將在這個11月30號台北時間 10月30來釋出他們的一個財報 那在31號的時候 兩家包括這個微軟部分還有Meta 都將在這天釋出他們的一個公佈的財報 那另外在亞馬遜跟這個蘋果 也是在同一天 11月1號NVIDIA輝達的部分 會在這個11月中旬 就是11月21號公佈他們的財報 所以相關蠻多公司 在藉此他們公佈這一個 他們對於營業前景之後 對於這個台灣的一個電子股 應該在投資氣氛上 也有蠻重要的一個影響力 那最近我們剛剛有提到 美國重量級的科技股後續都發出 蠻多公司都發出他們的財報 其實台股市場上有蠻多的ETF 都是投資於這個美國相關公司 那舉例來說 包括這個國泰費城半導體 還有這個統一FNG 還有這個富邦納斯達克 跟這個富華S&P500成長 以及元大的S&P500 其實都是有投資到這個美股市場 這邊提供的是有最近5天平均的一個成交金額 那比較大的包括這個00757 還有這個00830 還有00646 他們的量能相對來說 最近5天都是比較 量能的部分是比較大一些 那我們這邊補充一下 我們在今天欄位是有放這個 近6個月歷史波動率這個欄位 那先補充說明這個欄位 代表什麼意義 這個欄位其實是代表說 最近130天 這個漲幅的一個年化標準差異 也就是說如果你看到這個波動率 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代表他的股價的一個波動程度就會比較大一些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比較區域比較保守型的投資 可能在選項上面 可能就要選擇相對這個波動程度的一個低一些 那如果不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那可能在選擇這個歷史波動率稍微高一點的 追求一個高報酬 那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那相關的資訊就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了 好 今天我們來看到這個台股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台股表現來說相對是比較弱勢的 中場是收在23,192點的位置 跌點是有142點 那跌幅部分則是0.61% 那今天的成交量則是3,657億元 那就族群表現的一個狀況來看 包括這個生化甲 還有這個光纖相關產品的一個個股 表現來說是比較弱勢一些 那強勢族群的部分其實還是有的 包括這個MCU 還有資訊服務相關的軟體 另外還有航空相關的個股 相對來說是比較強勢一些 那就三大法人籌碼的一個動向來看 外資在今天是賣超了66.8億元 是連續兩個交易來做一個賣超 那投信的部分是小幅的買超 不過買超的幅度並不大 是只有買超了0.4億元 那資訊上的部分 賣超的幅度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大 在今天是賣超了83.6億元 並且已經是連續4個交易來做一個賣超動作了 那總計今天三大法還是賣超了151億元的一個水平 那就近期的一個技術面做觀察 在這個10月18號當天 台電是工商1100塊大關的時候 那指數在這天也是同步創一個波段的一個高點 但是近期可以關注到 在這個10月18日之後 其實大盤的量能是有一個往下說的一個態勢 代表說其實買盤追價的意願並不是到太高 那另外還有一個重點觀察項目 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個大盤 個股上等的佔比 其實在最近幾天也是呈現一個往下降的態勢 代表近期盤面上的個股大多都是呈現跌多 但是漲少態勢 整個盤面上的氛圍還是比較保守一些 這樣今天可以注意到 其實短線的技術面上 價錢率指數跌破的這個10日線 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短線上來說 如果沒有辦法快速的收復10日線的話 那可能在這個股票操作上的一個風險意識 可能就要有所來做一個提升 那就明天重要大事來看 主要可以關注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美國10月份密大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中指 即將要做一個出爐 那另外日本這邊10月份東京的CPI 還有美國即將公佈這個9月份耐久才的一個訂單數值 那相關的一個事件 就請大家持續來做一個留意的 那就這個產業的一個部分來看 雖然在這個盤勢比較震盪之下 但是有些產業面的一個趨勢 其實還是持續向前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半導體自主 還有這個技術發展是不斷的一個前進當中 那相關像是這個材料 還有設備股 其實亮點還是有的 因為現在這個全球低緣政治的一個情勢 是比較複雜一些 所以許多各國 包括台灣還有美國日本 其實他們都蠻重視這個半導體 在地的一個供應鏈 那相關來說這個包括設備跟半導體耗材 跟這個特化品這個台灣的供應鏈 對於他們來說其實就具有一個成長的契機存在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在技術層面這一塊 在這個AI趨勢的發展之下 其實半導體的技術不斷發展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面板級散出級封裝 就是FOPLP 還有玻璃機板 其實近期的話題性都是蠻高的 那相關的公司局來說 包括這個聖衣 有衛科 新科 以及崇越跟泰森等等 都是相關的公司 那我們看到相關個股裡面 包括聖衣的部分 其實它是跟這個台機電是有合作的關係 它主要是做這個電子及容器相關的產品 那因為上來說 他們公司本身對於第四季的營運前級 基本上是比較偏正向來做看待 那後續可以關注他們在第四季 毛利域的一個動人表現 那另外新科的部分呢 它主要做的是這個把材相關的一個產品 那可以關注到 他們是積極有切入這個面板級散出級封裝 也就是FOPLP這一塊 合金載板相關的領域 那這一塊算是蠻有一個化碟性 也是值得持續做一個關注 那另外這個5434的崇越 它算是台灣這個老字號 半島裡材料銷售相關的一個重要公司 其實它的營運在過去都算是蠻穩定的 那可以看到他們9月份的營收 表現也是蠻漂亮 是來到年增率是來到26.21% 並且近期的法然也是站在買超的 那相關公司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了 那接著在9點時段 還請大家持續幫我鎖定 這個9月份的一個點證圖 是否暗示費的本波降息的循環 那在投資及公司在這一塊 要如何掌握操作的節奏 那相關的內容就請大家持續在9點的時段 幫我做一個鎖定的 那另外也請還沒有幫我們訂閱的觀眾朋友 可以幫我掃描這個QR Code 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天天跟我們一起學專業 請撥打165反炸專線求證